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采用一贯的简约风格 正面有机器的线稿图 拆开包装 映入眼帘最上层的就是RG40XXV了 下层有说明书 旁边的小盒子里是一条数据充电线 本次的配色有极简风格的白色 科技感十足的黑透 新颖的电缆 共三款配色 机身长度13.9厘米 宽9.2厘米 薄的位置仅1.3厘米 电池仓处厚的地方2.2厘米 实际大小对比iPhone 15 Pro Max 机身长度RG40XXV略短一点 宽度RG40XXV则略宽一点点 出门鞋带随手放入口袋也是没问题的 RG40XXV搭载全质的H700四核A53处理器 正面采用了一块定制的4英寸IPS全贴合屏幕 分辨率640x480 在游玩PS1 DC N64接机系列等平台游戏时 画面点对点显示 十字键ABXY采用全新的导电贵胶按键 手感更加舒适柔软 左下角位置有采用单摇杆设计 可以让我们的操作体验更加得心用手 看到这里 我相信已经有观众想到了我们的RG351V 左边的RG351V是采用3.5英寸屏幕 右边RG40XXV采用4英寸屏幕 屏幕大了一圈 但是机身大小却控制得很好 RG40XXV的假冰块设计 整体屏占比可以说是让我眼前一亮 并且RG40XXV的摇杆带有1600万色 RGD分为灯效 位置布局也更合理 RG351V在使用摇杆操控时 小拇指没有充足的空间拖放 而RG40XXV的摇杆位置 可以使得手指很轻松 自然地拖起整个掌机 正面的Select Start M菜单键 也是采用导电胶按键 位置合理 回弹准确 右下角有扬声器开口 顶部有电源指示灯和HDMI接口 左侧有音量加减按键和TFE系统卡插槽 右侧有电源键 重启键以及TFE插槽 都是做了下沉 防务处设计的 底部有充电口和3.5毫米耳机插孔 机身背面 有R122 L1L2按键 采用海岸线的造型设计 RG40XXV搭载了3200毫安时的电池 实测续航6小时左右 渐渐采用微动按键 手感舒适 触发轻松 控制准确 电池舱位置有三条前凹槽设计 可以提供更好的抓握能力 RG40XXV采用H7004核A53处理器 系统是最新的64位Linux系统 功能丰富 简单易用 并且支持很多有趣的PC移植游戏 例如 侠盗猎车手3 忍者神规施莱德的复仇 蔚蓝等 整机支持移植游戏 PSP N64 SS NDS DOS DC PS1等30多种平台游戏 整个系统分为游戏厅 RA游戏 应用中心 收藏 历史 搜索 设置等七个板块 游戏厅 进入后会有模拟器列表 模拟器列表里分别有各平台的游戏 在游戏厅进入的游戏是由独立模拟器运行 按M键可以一键呼出菜单 支持独当 存档 调节游戏画质 例如高清 点阵 快速 扫描线等效果 还有调节背光亮度 整个菜单显示直观 非常实用 更适合新手小白玩家 RA游戏也就是全能模拟器 进入后 模拟器的排布 图标更美观 RG40 XXV是支持SS游戏的 也可以运行很多有趣的PC移植游戏 再 RA游戏进入的游戏是由全能模拟器运行 它可以实现的功能更多 也可以使用金手指 加速等功能 但界面没有游戏厅的简单直观 更适合进阶玩家 及资深玩家 应用中心 里面有音乐播放器 可以下载自己爱听的音乐到TF卡内播放 还有视频播放器 文件管理器 方便快速粘贴 复制 删除 TF卡内的文件 专家模式 可以方便玩家自行添加模拟器 值得一提的是应用中心里的Apps 里面有许多实用功能 例如待机关机设置 可以设置成短按电源键一键关机 在游戏图中 我们轻按电源键可以一键关机 下次开机 机器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游戏进度 还有边框功能 开启后会自动开启遮罩 在游戏 Dawn 刷子轻热电源键 只要在该界面输入游戏名称的首字母 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玩的游戏 并且在左上角会显示对应游戏所属的平台 以及是由独立模拟器运行 还是带RA字样的全能模拟器运行 设置里面 版本信息里可以查看系统版本号 磁盘实用情况 电池电压 可用内存等参数 设置里还可以调节机器很多的功能 参数、氛围灯设置 我们可以选择打开或是关闭摇杆氛围灯 并且机器预设了多种模式 例如 长亮模式 可以自行调节摇杆氛围灯的亮度 也可以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呼吸模式 也是可以调节颜色及亮度的 有呼吸灯、快速、中速、慢速三种 模拟器换彩 是可以跟随模拟器界面自动变换颜色 摇杆追光 开启后 摇杆灯不光会有背景色 并且会追随摇杆指向的方位 亮起其他颜色 亮度和颜色也是可以自行调节的 单色彩虹模式 多色彩虹模式 共八种模式 网络设置 里面有蓝牙设置 可以连接多个蓝牙手柄 WiFi设置 串流和连击等场景需要用到 串流设置 可以实现掌上游玩3A大作 图标设置 可以选择风格1、风格2 从而更改机器的UI主题 背景设置 可以更改机器的壁纸 整个系统功能丰富 却又不失简单易用 即使小白玩家也可轻松驾驭 简简单单快乐游戏 RG40XXV搭载5G Wi-Fi模块 我们可以通过Moonlight 串流PC实现掌上游玩3A大作 也可以通过WiFi连击 实现面对面多人互移 享受一起通关的乐趣 Mini HDMI输出口 可以投屏电视 显示器等设备 机器内置蓝牙4.2模块 支持连接多个无线蓝牙手柄 变身家用主机模式 下面进入游戏演示环节 我们下车的机器 sol Como应该转选 入游戏演示环节 制作者 继续 制作者 制作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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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